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鸿和副总理及相关部委部长共同参加答疑解说 昨天同来省委常务委员会与第二区政治学院配合 为同来省委任期2025年2030年制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干部规划的培训和进修课程举办闭幕仪式 经过四天的学习 80余名学员完成了8个课题 国家到21世纪中叶的愿景 目标和发展方向 并应用于地方发展实践 控制权力 预防和打击腐败和消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分析和政策制定机能 在合成闭幕仪式上发表时 省委常务副书记胡青山建议政治系统中的各级党委 继续关注和推动干部培训和进修的工作 各级党委要定期考核 做好干部队伍监设 以适应下一任期全省的工作要求 同来省文化体育和旅游厅指示其所属单位 和全省是一个现实的文化信息办公室 组织宣传庆祝同来编和土地 建立和发展325周年 据此 电影文化中心组织开展视觉宣传 内容丰富的流动宣传 流动电影方应对将电影方应与宣传相结合 部署实施社会经济和国防安全任务 各县市文化信息部门 为各县习人民委员会组织文化 艺术 体育 娱乐活动 庆祝同来编和土地325周年 同时 根据各地的职能任务 开展适度的直观宣传 展览和激励 避免浪费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进行空中巡逻 昨天日本防卫省称 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飞越日本周边海域 该部门表示 两架俄罗斯轰炸机和两架中国轰炸机向南飞过东海 然后在冲绳门岛和日本宫古岛之间移动 最后抵达太平洋 轰炸机由窗机录数量的战斗机护送 及15架中国的和两架俄罗斯的 日本自卫队派出战机监视情况 但没有侵入日本领控 这是自2019年7月以来 中俄第七次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飞行 联合国驻乌克兰各机构的代表 现身赫尔松 评估卡霍夫卡水电站 窥坝的影响 并协调人道主义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斯蒂芬杜加里克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代表 以及五个联合国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 昨天在赫尔松进行评估 他说 未来几个小时灾难将变得更糟 因为水位仍在上涨 许多村庄和城镇被咽 这将影响人们获得基本服务的可能性 导致风险增加 据国际移民组织称 从6月6号起 约有1500人必须撤离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